欢迎大家使用亏度控制卡 下面为大家讲解亏度和亏度全彩控制卡的一个操作 首先我们将控制卡跟电脑通过网线连接起来 或者将我们的控制卡直接用网线连入路由器 然后我们电脑也连入路由器也是可以的 然后我们就可以对控制卡进行上电 上电大约一分钟左右控制卡就运行起来了 这时候我们就打开软件 打开我们的软件HD Player 软件左下角就会提示发现设备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进行自然设置 点击设置设置里面硬件设置 在硬件设置里面有一个接收卡战术 然后我们点击智能设置 我们调整一下窗口 保证我们能看到模组的一个变化 点击智能设置 这时候屏幕是全亮的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 驱动晶片的选择 也就是我们模组放的一个IC的选择 像我们一些常规的模组块 都是一些常规的芯片 如果有一些高刷的芯片 如GG504-5042就选择相应的芯片 然后我们的屏幕类型的话 就可以根据我们板子的类型 如果是单色的板子 我们就选单色 全彩就选全彩的板子 现在我们是一个P20的全彩 所以我们选择全彩 模组宽度的话 我们试试看 是单张板子的一个点数宽度 我们现在是一个16x16的P20的板子 所以我们这里模组宽度选16 然后我们点击下一步 我们可以去掉这个自动切换 可以在AB两个状态进行手动切换 可以发现A状态屏幕是全亮的 A状态屏幕是全灭的 这时候我们就选择B亮A灭 然后我们点击下一步 下一步是一个OE即性的设置 我们也可以在AB两个状态进行切换 发现A状态屏幕更亮 所以我们就选择A比B亮 然后点击下一步 这是一个颜色通道的设置 与我们是一个全彩的板子 我们看到第一个状态 A状态是红色 软件上提示的也是红色 第二个状态是绿色 屏幕显示在绿色 屏幕显示跟软件提示是一致的 最后一个是黑色 这代表屏幕是灭的状态 然后确认正确以后 我们点击下一步 这样屏幕上亮了8行 这里我们就选择8 下一步屏幕上亮了2行 我们就选择2 然后最后一步是我们的一个走点 走点的话我们是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 16乘以8的一个表格 这个表格跟板子是对应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板子的第一行 第一行第八个点在闪 这时候我们就在表格的第一行第八列 鼠标进行鼠标走到哪一个单机 然后现在闪点跳到第七个点 我们可以移动 移动键标 移动键盘光标 移动到第七个点 然后依此类推第六个点 第五个点 第四个点 第三个点 第二个点 第一个点 现在我们的闪点跳到第五行第一个点 我们同样进行鼠标走一段单机 然后同一行可以移动光标 进行一个秒点 现在闪点跳到第六个点 现在闪点跳到第一行的第十六个点 以此类推进行一个秒点的操作 之后的话 每秒一个点都会亮 每进行鼠标 每秒一次点都会亮整行整行的亮 秒点完成后 屏幕上就会出现这个写扫描线 就代表我们秒点是正确的 然后我们点击是 点击发送 这样我们的秒点就完成了 智能设置也完成了 如果我们的发送卡后面 集园的接收卡进行使用 那我们还要对接收卡进行一个连接关系的设置 比如我们将整平分成了 整平分成了四行四列 四行四列十六张接收卡进行一个带载的话 那我们在接收卡的数量这里就要选择行数选择4 列数也进行4 然后我们进行按 进行一个确定 然后分别设置每一张接收卡的一个设置的 每张接收卡的设置的一个宽高 比如我每张卡都是带是一个96乘以96的一个箱体 这里我们就可以设置 进行一个宽高的设置 然后接收卡的一个宽高 包括它的数量进行设置以后 我们还要对接收卡的一个 接收卡的一个走线方式进行一个排序 我们这个走线方式的排序是从屏的正面看 比如如果我们第一张发送卡 也就是我们的第一张接收卡 如果是从屏的正面看 是在屏的左上角 那我们的排序 然后那我们的排序就应该是从左往右 那就是应该按这个方式进行排序 如果我们的发送卡 或者第一张接收卡 是在屏幕的右下角 那我们的排序应该就是应该 在快捷设置里 就应该选择这样 点击这一个图标 进行相应的一个排序 然后进行发送 那么我们的连接设置就完成了 然后像我们这样设置好 连接关系以后 就可以点击发送 像我们的连接关系进行发送 然后我们就可以关掉 关掉这个界面 进行我们的一个平参设置 平参设置的话 是设置我们 主要是设置我们使用的一个控制卡 控制卡的型号 以及我们的一个整屏的宽高 比如我们现在的一个整屏的宽高 是16x16 让我们就在这里分别相应设置它的一个宽高 然后控制卡型号选择A30 然后点击确定 我们在一个显示屏下面 显示屏下面可以建多个节目 点击右键进行一个节目的添加 并且每一个节目都可以对整屏进行一个任意的分区 区域之间 区域之间它是一个同时播放的 比如如果我们要在一个区域中添加视频或者图片 那我们可以在相应的区域点击右键 然后点击原文件 就可以添加视频或者图片 我们添加一个视频 我们这样因为我们的现在的屏幕太小 可能看不到 我们可以将预览 将屏幕设置大一点 就可以通过预览看到我们显示视频的一个 现在一个 我们现在就可以看到预览的预览这个视频 点击相应的一个文件 就可以预览相应的视频 所以我们可以在区域中添加一个文字 右键点击 添加一个大号文本 然后输入文字 设置相应的一个字体的大小和颜色 然后点击发送 就可以将我们变记好的节目发送到屏幕上了